他们自己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输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都离开了 小男生啊 连最后的一点 付出和美好的记忆 都不想留意下 至少应该出来 留意下说 我是真心的 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 但是他可能 已经预感到了结果 也许在那一刻 面子对他来说 恐怕更重要吧 留一些面子也好 其实当一段情感结束的时候 如果在他们的内心 能留下一些东西 真爱的那一部分 还是挺美的 记住 以后不要再斥责姐姐 说那是一个 很不好的男人 其实肯定他 反而是肯定了 姐姐的眼光 和曾经的那段爱 祝你姐姐幸福 也祝大家 寻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们祝他们开心吧 再一次的感谢 金利手机 E-Life系列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感谢各位收看 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 祝所有有情人 忠诚眷属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